哈嘍,我是阿杰西 想必大家都听过了你的名字 这部在日本票房破了100亿日币的动画电影 而且评价也非常好 不用说,这部片一定有他的惊人之处 让我们来不剧透地讨论一下 首先,星海诚仍旧使出了他的拿手绝活 利用很巧妙的设定与安排来烘托一段很平凡的感情状况 我们总是觉得爱情电影千篇一律 要如何把故事说得浪漫,说得深刻感人 就要靠剧情的推演与特殊的桥段安排了 星海诚的特色就是非常非常有想象力的设定 让我们可以马上被故事吸引 并且想知道剧中角色后续的发展 然而为什么这部片会如此成功呢? 相信不少观众会把你的名字称为神作吧 没错,这部片的安排实在是会让人想问一下导演 你的脑袋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然而,虽然这部片的题材科幻吸引 却同时诉说着每个人心中都可能经历过的挣扎与成长 这就是你的名字厉害的地方 它让我们可以感同身受剧中人物的情感变化 却也同时让我们经历了一场不可思议的冒险 在所有星海诚的动画作品中 画风与配乐总是一大特色 不能说是标信利益 却可以感受到与其他动画片拥有完全不同的风采 而在故事叙事上 星海诚利用独特的台词与角色独白 来建立一种格外认真的氛围 你会因此觉得这故事拥有与众不同的格调与分量 说到这一点 我们不妨拿星海诚之前的作品 秒速5公分来做例子 首先,秒速5公分是一部以日常生活为蓝图而展开的爱情故事 并没有任何奇幻或科幻的元素 只有最频繁的学生生活 以及普普通通的学生 然而故事的重点完全掌握在主角们心中细腻的变化 还有他们所面临到的种种现实层面的问题 秒速5公分真智且真实 所以相同的也是很多人所喜爱的动画电影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比较比较 秒速5公分和你的名字 这两部动画片都是以爱情为主轴来呈现故事 然而秒速5公分是环绕着现实世界 你的名字则是带有科幻的味道 尽管他们的包装差异非常的大 核心的主旨一样能感染到观众们的心情与想法 只是用的方式不同罢了 秒速5公分最可贵的地方 来自于它涉及到了一般动画片不敢接触的东西 也就是绝对的现实 人会长大 过去的年少轻狂也会跟着销声匿迹 然而我们爱情的本质会不会也跟着变调呢 秒速5公分呈现了很真实很贴切的爱情观 给了我们一个日常但不平常的故事 另一方面 你的名字把想象力丰富的设定发挥得尽善尽美 一样用来烘托深刻的爱情 也一样给了观众可以感同身受的情节 一样有很多障碍 让我们期待主角们一一去克服解决 能充分去运用各种题材的不同 正是新海城超乎常人的厉害之处 说了这么多优点 让我们也来谈谈新海城少数的缺点吧 即使画面再优美 配乐再动听 有时候新海城的作品会过于强调这些华丽的东西 表示电影看起来很像NV 难以与观众产生共鸣 秒速公分和你的名字的最后几分钟都有这种问题 有时候更在人物建立还没完全完成时 就使用这种手法 会显得电影太一厢情愿 像是追逐烦心的孩子 不过这些问题并没有造成多大的伤害 也不会影响多少观影的感受 如果有人觉得你的名字还是新海城一样的戏码 再次复制贴上 那一定再说这个类似NV的叙事手法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告一个段落 谢谢你的收看 喜欢我的影片也请分享与订阅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我是阿杰西 我们下次见